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一下我们成就航天事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几个方面吧 一说到火箭 可能在座的各位同学老师们都非常清楚 我再啰嗦两句 如果说什么叫运载火箭 其实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定义 那就是指能够提供宇宙速度的飞行器 或者说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运载有效载火到太空预定的轨道 这样一个运输工具 当然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 把它领着技术内含说得一点 就是自主控制靠火箭发动机 将它的推进机化学轮 变成工资动能以后 高手喷射 按照动量守恒原理向前推进的飞行器 怎么说法 基本意思就一个 是一个运输工具 说得简单一点 就是一个我们是拉车的 那个运输工具 拉马车 那么运输工具呢 但是运到航天器了 所以这里就必然又有一个宇宙速度 所谓宇宙速度 这也很清楚 是从地面向宇宙空间 发生一个环绕到地球 或者是脱离地球 这个绕着太阳旋转 以至于脱离太阳系以外去的 这个最小的物体的 最小的初始速度 这大家都知道 分别等于7.91每秒 7.91每秒11.2 每秒16.6等等 这就不啰嗦了 如果再说一下火箭的起源 一说的这个名词 原始的火箭 应该是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 因为在我们几千年前的三国时代 就已经出现了 后来传到欧洲 但作为现代运载火箭的笔走 那就是从威尔弹道导弹要说起 这个呢 大家知道 1942年10月3号 研制成功 它的射程是200公里 那么是所有 它是今天所有的导弹 和运载火箭的笔走 可以说 1944年的9月8号 土著战场 总实际师 就各位已经知道 就是这个人 叫做 就是 那个布劳恩 冯布劳恩 就是这个右下面那个 右下面这个人 就是他 那么 后来呢 他 二战以后 因为他当了这个 美国人 他们到有一部分人 当了俘虏 他本来是不是俘虏 我不知道 他去了 后来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去呢 又干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继续干他这个本行 但弄了那个 把美国人送上 把人类 第一个送上月球上去的 那个总设计师 就是他 土星五号的 那么左边这个呢 就是谢尔盖 库尔尼尔夫 苏联呢 发生人类 历史上 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这样一个工程的 大总设计师 就是他 这两个人应该说 各为其主 互相之间呢 是恩怨无穷的 后来嘛 如果说以在人 登月为例的话 第一个 跑到终点的 应该是这个 布劳恩 那 克尔尼尔夫是罗后的 这就是后话了 那么火箭呢 简单说 怎么分类 分类的形式呢 很多 不同的分发 有不同的结果 第一是按结构形式上分 结构形式上分嘛 就各位看得出来啊 这是串连 一个就串起来 像糖葫芦一样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病连 既有串又有病 这个就是 或者是串病连 另外一个 还按照这个 使用的这个次数来分 那它可以呢 是有一次性使用 和重复使用的 这个不等的 这个情况啊 火箭的走程 这说起来就比较啰嗦 我想不说那么多了 那么概括起来讲 现在分发也可能不一样 一般的传统的分发呢 有 可以这么分 不再能的 分为五个系统 那就是舰体结构 所谓舰体结构 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 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躯干 一个壳体支撑 那上面的各种仪器设备 维持这个火箭的外形 还有一个呢 是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呢 动力系统啊 是 相当于人的心脏 在大家很清楚 还有一个大脑 那就控制系统 那火箭的起飞 移植了多少时间 从什么时候 干什么事 什么时候把 有效者会送到 这个空间轨道里面去 他来负责 测量系统 相当于我们人的 那个神经末梢 就到处来太敏感 敏感你这个火箭上面的 每一个飞行的环节 实际的这个环境 温度啊 比如说热啊 或者冷啊 或者什么大气压等等 是什么样的 它要敏感起来 测量下来 作为事后 我们评判 我们这个火箭的 重要的依据 另外发射支持系统 就相当于这个学校的 管这个总后勤的工作的 这样一个最高领导 后勤部部长吧 吃货拉上碎 什么都管 包括这个大的这个发射 他家呀 运输 起调 设备 支撑设备等等 这个系统也非常庞大 另外如果要是再能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增加两个系统 一那就是叫故障检测处理系统 相当于一个判官 就是判断你这个火箭 不能够 他已经有些最核心的 比如说十来个参寿 不能执行后面的任务了 他就要发出警告了 当达到一定的门线以后 发出一个指令 要把上面的人 跟他 叫他启动讨一系统 把这个人呢 赶快就启动一个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这个意思嘛 但他这是初始节的啊 如果是在整流罩分开以后 再出现毛病 那就该这个上面的航天器 自己负责自己讨一了 这个下面火箭管不着他了 如空中爆炸时 他可携带轨道舱和返回舱 迅速飞离火箭 飞行至安全区域 然后抛掉逃逸塔和轨道舱 航天员趁返回舱 自行返回主路 接着他还散 降落上还要打开 在约十公里高度时 返回舱抛伞舱盖 拉出引导伞和辅助引导伞 拉出减速伞 减速伞分离 拉出主伞 主伞展开 抛返回舱防热大底 返回舱从斜吊挂状态改为垂直吊挂 当下降至离地面约一米左右时 着陆缓冲发动机工作 返回舱着陆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国家的所有航天员 上天又回来 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进行的 都很成功 下面我就想简单地再说一下 基本概念 就是火箭的目标轨道 对于地球而言 我们有三种最典型的轨道 平常我们说 把今天某某火箭起飞 又把一个有效载货送入到某某轨道 那么这轨道最典型的有三种 第一叫低地球轨道 英文说学 大家知道 一般是指 比如说低地球轨道 这是地球 它也可以是一个椭圆 或者是一个圆 大概一般就是200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的圆 或者是椭圆轨道 那么第二种轨道叫做GEO 就是地球同步轨道 所谓地球同步轨道 就轨道所在的平面 和地球磁道平面的夹角 等于0 那离地球表面的高度 36000公里的这样一个圆轨道 我所概述 要具体说 是35786公里 这大家给你留的力学一上就出来了 我就不具体说了 这个轨道非常重要 轨道资源全世界就这么一家 就这么一个 那现在国际电信联盟 谁要上去 不是说你有能力 你就可以上去的 你要想站这个轨道位置 你先要向他申请 经过他批准以后才行 那么我们国家呢 应该说比较幸运 我们动手的比较早 你要动手晚了 现在上去很难的 也上不去 但是有些小国家 那个商业头脑非常发达 据说那个太平洋岛上 那个小国有个叫汤家的 有人开玩笑 说那个国家 如果要紧急集合 敲锣就可以 但是他的商业头脑很发达 他老早就申请了 他请了大概周老 占有很多个轨道资源位置 那现在后来人要用怎么办呢 他就出卖 高价买他就行了 据说是这样 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我也不知道 第三种是SSO 就是太阳同步轨道 太阳同步轨道 就是这个轨道 就是右边右下头这个 意思是说 这个是轨道的最大的特点呢 这个轨道 它要经过地球的南极到北极 就这么来转 所以他这样呢 地球在游戏 像东在这转 所以这个玩意呢 他依次在地球资源的看车 和军事上的侦察卫星上 那个意义就非常大了 这同学们可以知道 具体定义它很长 我就不说了 你们这个意思说明白了 三类轨道当中 应该说 GTO轨道 就是地球同步轨移轨道 是对火箭的运车能力 要求最高的一种轨道 那么GTO呢 就是它GEO的这个前奏 又要把它弄到这个地球近地点 200公里远地点 36000公里 这样一个大同样轨道 在这个地方去 再跟它一加以变轨 增加一个速度分量 改变它的速度向量 然后才到进到这一个同步轨道 这个圆轨道上去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今天世界上呢 就是说搞火箭的人一定比较多了 但实际上作为全面最强的两家 那应该还是全收敛 今天的俄罗斯 那么还有呢 美国 从应该说呢 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 他们都有 这是最典型的 俄罗斯的火箭联盟号 现在还挺有名 还在用 这个呢 是能源号啊 等等等 一大堆 这是美国的 这我就不多说它了 总而言之 要说起来 我们国家呢 应该说 我认为在航天领域 在世界上 应该至少排第三 在现在这个位置 不敢说超过美国人 但某些地方 比俄罗斯 我认为不压于他们 甚至也比较强一点 航天技术 什么叫航天技术呢 那就说 只进入探索 开发利用太空 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 一种综合性的技术 这个内容很多 首先你是怎么进去 靠火箭 进去了以后 你怎么探索它 研究它 靠航天器本身 但航天器上面 有很多个 专用的仪器设备单机 等等等等 它又非常复杂 然后怎么为我们人类服务 它是一个是地外的天体 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技术 可以说 是一个国家 安全的战略基石 也是这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 一种重要的标志 一般来说 有五大部分走成 那显然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首先要进入 进入了嘛 就得有个火箭 所以是运载火箭第一 有了火箭以后 还不行 你得有个地方要起飞 要发射 那就是要一个发射场 当然发射上面 一个什么东西 发射一个有效载货 就是航天器 比如说卫星 飞船 空间站 等等 但它也是一个 也是个大系统 还有你上去以后 火箭怎么走哪一条线 规定设计是走为这条线 就你实际上 是不是走那条路线呢 或者上去以后 卫星怎么控制呢 靠地面的跟踪 扯空台站 来进行牵线 要给它进行控制 当然 解释一些有用的东西 回到地面 地面应用处理系统 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国家 我想呢 这是第一部分概述 就说这么多了 第二部分呢 就想说一下 长征火箭发展的历程 与主要的成就了 首先一个 是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起步 这不是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如此 我刚才说了 V-2是所有的 现在运载火箭的比手 当然它也是导弹的比手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长征一号 实际上 就这个是长征一号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下面 这个右下角的 这个长征一号 是在我们国家 一个中远程 地对地弹道导弹 东风四号的基础上 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 构成的 这个导弹 当年是专门 对付收敛莫斯科的 因为原来我们这两家 是好兄弟 后来的时候捞翻脸了 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 不得不加速 严重的这么一个导弹 是开启了中国太空的长征 虽然我们这一个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当时起飞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上排行第五 是第五加 可是我们这个新的重量 轨道的高度 包括它轨道的裙角 因为轨道的裙角越大 对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 要求就越大 这些 这几项元素来表示 我们都是在全世界 第一 或者是具前列的 这就一切综合起来 就表明 我们国家的运载火箭的起点 比较高 也就是说 说的简单点 它的运载能力比较大 好像我们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 卫星的重量是173公斤 比在我们前面的四加加起来 总他们第一个卫星的总和 加起来还多了20.5公斤 具体数字 我也不说了 所以呢 就表明 我们国家为了纪念这一天 把每年的4月24号 作为中国航天日 这是国务院已经做了这个规定的 到了1974年开始 我们又以东风5号战略弹道导弹为基础 颜值成功了 长征2号 我已经长征2号饼 长征2号钉 长征2号捆 这是长征2号翼 这个我们叫长征2号捆绑火箭 这四种运载火箭 为后来的载能航天等等等等 为今天的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 三级一样的这个推进机的 这样一个三级火箭 三种火箭 叫长征4号甲乙饼 这是主要是用在 用在太阳同步轨道的这个发射 因为它的总体来说 这个火箭的技术性能 要比长征3号甲乙饼要低 但是它有各有各的用处 杀鸡的时候用不着用刘刀 这个意思各有分工吧 第四 我们研制了第三代长征运载火箭 自2015年以来 研制成功了 从长征5号6号7号8号 共8型新一代运载火箭 再加一个长征11号 一个固体的运载火箭 后面我要说到 它的特点呢 是无毒无冷 运载能力呢 比较大 低轨道的运载能力 可以达到25吨 那就是胖5了 高轨道的运载能力 就是地球 同步轨道的能力 同步转移轨道可以达到这个14吨 那么 地约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 可以达到8.2吨 它第三个特点的可靠性比较高 那这里呢 最有名的 这就是这个系列火箭 这一大堆小中大很多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长征5号 就胖5火箭 有个起飞的一个准备过程 在文昌这个地方发现 也等于你们看一看 等于相当于把你们带到文昌 去看一只火箭 进去的看那个方式 这个系列火箭 听到yse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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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成功率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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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按按國際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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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这是一个 还有我们 在越背 这个月球上 成为 这就是你看 看现在的计划 第七 我这里 二指线 使用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三架 全世界 如果 打算建造 第三 第七 第十一 探索新概念的航天运输器 比如说核类推进 离子火箭 太阳帆 星星防射方式等等 因为今后我们能要到火星去 说实在的 靠现在的化学推进剂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但是它速度太慢 来回到路上 大概就要走一年左右 加起来 那这样这个人 这么长的时间 在空间辐射环境 到底对能会有什么影响 不知道 那因此呢 你要加速用核类推进 用核火箭 那把这个旅程呢 大大的缩短 缩短在三分之一 比如说半年之内 甚至于再短一点 但是换句说 你这个火箭 核类火箭 因为现在多半在实验室 在纸面上 因为弄成功了 很高兴 弄不成功 把它放在磨叽 万一掉下来 造成一些伤害 对地面的能源 实施的伤害 你怎么防护 总而言之 到随着时间的进展 我相信这些问题 慢慢都会得到解决 那最后呢 我就想一下 成就航天事业的 最主要的精神 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 精神的引领 平常我们说 伟大的事业 孕育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 推动伟大的事业 我们平常说 人无精神不利 国无精神不强 这是真理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 像我本人 我已经八十五六岁了 过来人 是能体会得到的 我相信年轻的同志 你们看看历史 相信也能知道这一点 航天精神 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 能精神谱系的 重要的走程部分 历经五十年的 发展的变迁 航天精神呢 一共有多种表述 比如说有五种表述 多则二十四个字 少则十六个字 但是不管你怎么变 其中的爱国奉献 核心的内涵 始终没有变 这就是航天精神的 这个演变 我把它说了一下 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中间 这几个字 这这么六句话 这是最核心的 这你看从最早 那是1986年的12月 当年的中国航天工业部的 这个党总提出来的 后来呢 是99年的9月份 江主席 在两单一新的这个大会上 他总结出来的 而后一直到发展 一直到2020年的12月份 习主席 最后把它归成为 四六二十四个字 四十一十六十六个字 等等 所以这样的爱国应该说是他的精髓 奉献是他的主旨 自主是根基 那么协同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支柱 攀登始终是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 那么 最近呢 整两年 最近几年 我还经常到文昌 或西昌这个发射场去 你看一走进那个地方 两条标语就特别的醒目 他就最好的诠释了航天精神 你看这个发射场 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 质量就是圣善 另外一条是 那么就是写的啊 科科罗丁连着航天事业 小小摁扭 维系民族真言 也就是说 航天人 你要严慎细时的 做好你自己的岗位工作 就等于你追求的航天梦 将个人的工作质量 好坏 与国家的融入相联系 这就是航天文化的内涵 他们非常自教的啊 第二是主国体制 因为我们国家呢 是全国一盘起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 你看在最国家 三年六十年代 初期最困难的时候 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 那当时呢 就这个党的中央高层 就有讨论 到底还干不干这个事 当时据说 陈毅元帅就有一句话 当了裤子 也应该干这个事 因为它涉及到国防 你这个民族的一个根基 你要没有这个东西 帝国主义就要掐死我们 所以这样的 举全国的体制吧 第三 经济实力 但经济实力的最核心的基础 应该是科技创新 所以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你看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的经济实力总比 在全世界是占第一十一位 可是到2009年 我们已经超过了日本 占第二位 那么GDP呢 也是你看嘛 在七八年的时候 那美国人是我们的15.7倍 将近16倍 到2021年前年 美国人是比我们稍多一点 大概不到1.3倍 1.29倍 归来起来讲 有这么三条 第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 长征火箭 奋力赴仓虫 引领中国航天 走向世界 因为中国的航天 走向国际市场 是先是用中国的火箭 发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卫星开始的 成为了成就了跨越经纬 纵横天下的伟业 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科技品牌 这个品牌应该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响亮的 长征火箭 第二 航天精神 引领航天事业 航天能始于梦想 机遇创新 成欲实干 问天问月问星河 问星河 使中国成为航天强国 第三 中国航天的长征 仍在继续 我们正在向2030年 机身航天强国前列 2045年引领世界航天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 迈进 好吧 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谢谢